如今商人在向朝堂伸手要权力 工人农夫也开始有了这方面的初阶萌芽 皇帝如果还想恢复以往的统治 那就是在和天下人为敌 在师父看来 当皇帝不但无趣 还非常的郁闷 改变一个国家 并且为万事立下规矩 才是一个伟大的人物 必须要做的事情 还记得师父曾经说过 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为往盛纪绝学 为万事开太平的话吗 师父从来都没有忘记 一直在一以贯之的执行 什么样的人才是伟人 米罗江畔独行的屈原 人头悬在吴江长头上的吴子絮 指挥千千万马不败的名将 写下不朽诗篇的才子 还是气吞万里 如虎的君王呢 都不是 在我看来 只有师父这样 为生民立命 为万事开太平的人 才算得上是真正的伟人 师父总是说自己 就是一块垫脚的砖石 不求别的 只求那些站在他背上的人 能看得远一些 再远一些 正是这块砖石 让我们触摸到了神的领域 就是这块砖石 让我们的眼光 从黄土地 转向了蔚蓝色的大海 就是这块砖石 跟在我们的脚下 让我们知道 自己身在一个巨大的圆球上 也是这块砖石 让我们品尝了 人世间最美好的情感 我们的目光 从来就没有这样长远过 能做他老人家的弟子 敌人节 三生有幸 小五长叹一声道 我为了虚无缥缈的白玉京 浪费了六年的时间 这六年 正是师父大展宏图的六年 他确实做的隐秘 连我这样的人 都没有察觉 小杰 我们在师父的羽翼下 虽然安全 却没了自己的光辉 看样子 我只能回到书院 好好的 做我的玉山书院的院判了 敌人节 黏须大笑道 哈哈哈哈 太阳之下 萤火之光 不放也罢 小五默默的和尚师父 送给自己的那幅 翻盖乌龟图 喊管家进来 命他 拿去找最好的裱壶匠 把这幅图装表成一幅中堂 他准备挂在大厅的中央 实实为戒 云叶用力的抠着自己的耳朵 因为那里痒得厉害 也不知道是谁在嚼自己的舌根子 李安兰咬着舌头 帮他掏另外一只耳朵 掏出一块大的 就呲牙咧嘴的贤气一番 新月阴着脸 一把打掉云叶扣耳朵的另外一只手 用自己的簪子 帮着丈夫掏另外一只耳朵 两面开工 这就很麻烦 云叶的耳朵 被两个赌气的女人揪得老长 自己一动都不敢动 生怕这两个疯女人 把自己弄成笼子 小孙子跑过来 看看爷爷的惨状 很自觉的转身就跑了 旺财也过来看看 见这里也没什么好吃的 也转身就走了 云叶呲牙咧嘴的 想找个搭救自己的人都找不到 空有一身的力气 不敢使唤 头一次发现老婆多了 是一件非常讨厌的事情 估计两只耳朵呀 已经非常干净了 新月到底心疼丈夫 小心的松开了丈夫的耳朵 瞪了李安兰一眼 李安兰也赶紧把云叶的耳朵松开 笑咪咪的看着新月说 你替夫君生了两个儿子 我也替夫君生了一儿一女 所以啊 你在我面前能显摆的地方不多 新月吃得冷笑一声说 我生的儿子全部姓云 你生的儿子却姓李 闺女儿你也生出来了 那个孩子可是我一手养大的 能下蛋的母亲多了 家里每天都有上千枚鸡蛋可以捡 生下来就很了不起吗 李安兰一时语色 云叶趁机插话道 哎我就奇得怪了 你们年轻的时候都相安无事的 怎么到了老了 反而 蔫酸吃起醋来了 哈哈 也好 老夫终于不寂寞了 以后啊 咱们三个一起吵架 你们吵架的时候啊 记得喊上我 免得我跑出去啊 再弄几个年轻的劲来 呃 程楚墨才来信 这心里可说了 他如今驻守的米纸县 那可是难得的美人窝啊 哎 已经喊了我两三回了 李安兰总算是找到可以说的话题了 您有本事就出去 家里还有姐妹五个 左儿个还说力不从心呢 今天怎么就雄心勃勃了 承接人也不是好人 程楚墨有做银媒的功夫 先把他那个比他姑娘还要小的继母弄走吧 这就算是火烧八百里连营了 势不可为 即刻远钝千里 这是刺客的信条 也是名将必须有的素质 于是云叶带着旺财 立刻就远钝到李太的工坊里了 与其和两个疯女人对峙 不如去看看李太的第一架螺旋桨飞机造的怎么样了 关于发动机这件事情啊 云叶其实非常的疑惑 因为大唐的发动机啊 他根本就没见过 这东西虽然说是一个气缸和活塞 再加上连杆就完成了整个传动的工作 一个方蹲子就成了 但是李太的发动机是诡异的八角形 据说脱胎于太极 阴阳连环不休之意 然后被他演算推进成八卦的模样 潜代表天 坤代表地 砍代表水 黎代表火 阵代表雷 垫代表山 寻代表风 队代表泽 总共有64种变化 李太得意洋洋的向云叶解说自己的得意之作 云叶暂且把它理解成一个发动机有64个档位 看着西帕迪亚不断的点筹称赞的模样 只好强忍着咆哮的冲动 继续耐着性子 听李太吹嘘 这个发动机可是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啊 哎 你也知道的 光是燃油的提纯就非常的要命 一大桶蒙火油里面 只有很少的一部分才能利用 炸了好几回了 到了最后啊 才被我的八卦发动机降服 哈哈八卦之间相生相克 又相辅相成 修生 商 度 警 死 经 开着八门 有生门死门之术 所以我的飞机啊 只要沿着生门的方向走 定然安然无恙 云叶忍了好久才对李太说 要是我有事非要往死门的方向开怎么办呢 李太不说话了 和西巴迪亚一起恶狠狠的瞪着云叶这个讨厌鬼 听着发动机开始狂暴的咆哮起来 云叶的心也随着那一阵猛烈的突突声狂跳不已 捂着心口 亮亮呛呛的走到远处 听不到那种能把人心震出来的突突声才觉得好过一些 他发现发动机这东西还有很远的路需要走 李太既然喜欢八角形的发动机 那就做成八角形的 没什么了不起的 谁规定发动机就该是上一辈子自己见到的那种模样啊 旺财也受不了震耳欲聋的噪音 跟在云叶的身边的哪都不去 公爷咱们回家吧 这里待的时间长了 老奴觉得会死人 刘进宝强忍着不去乌尔顿 大声的劝解自家的主人 回家 想到回家云叶就叹气 两个吃酸粘醋的老婆子在家里横行霸道 自己是有家难归 瞅着远处的长安城就动了心思 多年没有去过长安城里了 现在去看看也不错 一辆牛车就好 以前弄不明白 阎老先生为什么偏爱牛车 现在知道了 坐在牛车上啊 其实非常的安逸 年纪大了 安部当车会有问题 慢慢腾腾的牛车呀 正适合自己观赏一路上的景致 道路两边的胡麻已经长成了 这是下收之后又种下去的油料作物 小小的桃子里满是褐色的小籽 放在手上搓一把 吹掉外皮 吃起来满口流香啊 刘进宝和其余的家将也换上了普通人的装束 这些年呢 不管家里有多么的富裕 穿在身上最舒坦的还是短挂子 其实都是农家子弟 除了衣食改变之外 其余的呢 什么都没有改变 有些人家很懒 花生的枝干都已经枯黄了 到现在也不知道挖 真是的 刘进宝揪着花生秧子 就从松软的沙土地上 拔出了一大颗 细细的根须上挂满了花生果 看花生的小伙子冲过来 就要理论 见到牛车上的云叶 立刻又跑到地里 拔出来好多 在旁边的水渠里啊 细细的清洗干净 才毕恭毕敬的送了过来 云界的老工业 附近庄子上啊 没有人不认识的 以前的时候常见 那听说老工业 伺候田地 那也是一把好手 只是这些年呢 年纪大了 下不了地而已 云叶的肠位功能很强大 最能刻画的就是这些新鲜的食材 奶花生添进嘴里 吃起来 清香四溢 比起熟的 似乎更加的有风味 老牛悠闲的卖着蹄子 往长安城里走 旺财百无聊赖的跟在后面 一会儿跑到前面 一会儿跑到后面 他不喜欢吃花生 而胡麻的桃子又非常的扎嘴 云叶斜野在刘进宝 铺的厚厚的褥子上 一面包花生 一面四处张望 四野上大部分的作物 已经收割完毕 露出了好大的一块块白地 前面的小山丘上 种满了果子 山丘下面 是一个不大的鱼塘 看花生的小伙子 传递消极的能力很强 当云叶的牛车路过山丘的时候 果园的主人已经笑吟吟的 拎着一筐各种各样的果子 请老公也尝尝 大方的很 石榴的颜色不错 拿刀子包开一个 里面的子粒很饱满 味道也好 还有一股子酒的味道 这样的石榴最适合 拿来酿造石榴酒 见果园的主人 咧着大嘴不走 知道啊 他在等自己夸赞一声 云叶对这样的要求啊 从来都是满足的 挑着指头 说了一声好 果园的主人呢 这才欢天喜地的 失礼离去 云叶不记得自己夸赞过 多少东西 反正只要是自己夸赞过的 这过两天啊 就会有硕大的招牌打出来 云叶主人都说好的 某某某某 在一个云叶主人都说好的 茶馆里喝了一口 据说是上好的绿茶 皱着眉头又全部吐掉了 这就是在糟蹋人呢 刷锅水也敢拿出来糊弄人 明天就派人砸了他家的招牌 云叶主人都说好的 桂花糖果干 甘蔗 这些东西云叶都能想通 自己就是一个耗嘴的 面皮又薄 说不定就说过这话呢 可是云界主人都说好的 女士内衣 这就过分了吧 暴跳如雷的刘进宝啊 这就打算进去 把这家店砸掉 什么东西啊 谁知道 这刚刚一进去 就被一群花花绿绿的女人 给殴打了出来 一个绑大腰圆的妇人 插着腰指责刘进宝是登徒子 自己一个寡妇人家 经营一家不大的小店铺 要是让野男人进来 那明节还要不要了 如果真的喜欢 找媒婆上门呢 才是正经路数 刘进宝是一个习惯性 拿拳头说话的人 但是对着汉妇呢 却没有半点的法子 云叶其实并不在乎 咧着嘴笑咪咪的看热闹 带炎一把内衣 也不算是什么事情 那个妇人呢 要是因此能多赚几个铜板 养活儿女呢 也不错 牛车继续往前走 这里距离长安城 还有十里地 已经到处都是店铺了 进了长安城啊 还不知道会是怎样的繁华呢 呃 看样子 该修环路了 云叶嘀嘀咕咕的自说自话 牛车走走停停 蛮横的刘进宝 已经和别人斗殴了三回了 看样子 被刚才那个妇人呢 气得不轻 七扭八拐的 好不容易到了大路上 路上 居然还有赛马的顽固 一个个骑术精湛 硕大的马蹄子 嗖的一声 就从小商骨的脑门上窜过去 技术不好的呢 会提翻摊子 不过还算是讲道理 毁坏了东西 知道赔钱 云叶发现好多商骨 都故意把自己的东西 扔到马蹄子下面 等马蹄子把东西 踩到稀烂之后 就嚎哭着 要人家赔偿 眼看着这群小子赔了钱 刘进宝就笑眯眯的走过去 抡起鞭子 劈头盖脸的一顿猛抽啊 被打击了 这乌言慧语才要出口 就被机灵的同伴 死死的把嘴捂住 脏话一旦出口 那就不是一两鞭子的事情了 就算楚公大人大量不怪罪 那回家也会被自己的老子打死的 一顿鞭子抽完之后啊 街面上好像没有叫好的 好多商骨都流露出 反而是遗憾的深情 尤其是那个卖瓷器的 一筐子破烂瓷器 才推到街道上 弹字鸡这东西 酥烂至极 既然那小子将整个巨大的 黄瓷坛子都抬了过来 就勉为其难的 撕下一只鸡腿 慢慢的吃 人家的手艺不错 到底是流传了上百年的绝活 卖瓷子鸡 看不起卖鸭梨的 但是卖香蕉的 可就看不起卖瓷子鸡的了 一串串绿色的香蕉 被倒挂着 吊起来 看着都高级啊 只是被性子急的人买下来 连皮都撕咬着吃 这嘴立刻就色的不会说话了 脸红脖子粗的 揪着卖香蕉的 就打算打死这个该死的骗子 世间百态呀 云野看得高兴 兴致勃勃的就到了朱雀门 什么 牛车不许进长安 需要换乘官家的方便马车 刘进宝不信这个鞋 身后的那群顽裤也不信 于是呢 城门官在被痛殴一顿之后 牛车就毫无阻拦的进了长安城 工业在皇宫里坐牛车 他也没有问题 你长安城算什么呀 云野坐在牛车上的凉棚 不打算阻拦 虽知道长安城的交通状况 已经非常的糟糕了 公共马车还是长安县令 朱宗想出来的法子 现在这法子 已经在大唐的好多城市里开始实行 比如岳州 扬州 益州 赵州 以及洛阳和遥远的广州 自己坐着慢吞吞的牛车 必定会让长安城的交通出现问题 不过他不打算理会 就是想看看长安城在出现意外之后会怎么办 长安城的街道都是横平树枝的 就像田地里的梗子一般 仿式呢 就像是一块块整齐的甜菜 如今访门已经看不见了 从珠穴大街上可以一眼看到访师的最深处 那里面也布满了酒馆的招牌和各种店铺 如今的长安城啊 已经彻底的从政治文化中心 向一个存退的商业都市进化了 朝堂上的官员不止一次上书 希望能把三省六部以及皇宫全部搬迁到距离长安城 只有三十里之遥的玉山城 将那里完全打造成一个行政和文化的新城市 这个建议不错 长安城的地价呢 已经上升到了一个恐怖的程度 不少清水衙门的官员细说呀 自己在最昂贵的地皮上干着最廉价的工作 长安城居之不大意 这已经是一句名言了 云叶看到这一幕啊 就乐不可知 这样的烦恼啊 后事也有 作为祖先 能够抢先领略到这样的苦楚 非常的有利于后人置业安家 百十米宽的朱雀大街 被自己的一辆牛车给塞得严严实实 自己的牛车走在前面 就没有哪一辆马车敢超越的 于是后面的队伍呢 只能变得越来越粗 长安县的捕快们呢 只好指挥着别的马车向别的巷子里分流 因为云叶的出现 整条朱雀大街很快就变得空荡荡的 只有一辆牛车依旧在慢吞吞的走 后面跟着七八个家匠 以及百十个顽固 路过长孙冲家的时候啊 那家伙穿着一身青衫 握着一卷书 等候在路边 见云叶的牛车过来 很自然的就坐到牛车上 对云叶说 你今天闲的没事 专门来折腾人的呀 到底是相爱相恨了一辈子的兄弟 他还是把话说到了点子上 云叶给了他一大把花生倒 本来呀 是去清雀那里看看发动机的 结果担心被他的发动机震死 就临时改变了主意 打算去西市看看 你去不去啊 张孙冲拖着牙花子狠狠的说 你这是老虎出巡 震慑群山来的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